大家好,我是布银 平时我们吃这个豆芽都是从这个菜市场买 但是有一些豆芽是含有激素的 对人体吃了是不太好 我们可以用一个可乐瓶 自己在家做豆芽 非常的简单 几天以后就可以吃到满满的一瓶豆芽 矿泉水瓶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给它剪开 这样换水和放绿豆子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 用一把刀子在这个上面给它割开 先将一把绿豆用水泡上两天 等这个绿豆泡得开皮有点出芽的时候就可以了 先将这个豆芽在水里面泡两天 等这个绿豆吸足水分想出芽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入瓶中 然后我们将这个绿豆给它放进去 这个水就会在这个小孔里面流出去 将一块棉布给它打湿 然后呢盖在这上面 每天给它冲两次水 让这个绿豆呢喝满水分 如果想让这个豆芽比较粗壮呢 我们在里面可以压上一层重物 这样呢这个豆芽呢会非常的粗壮 然后呢我们将它们放在这个闭光的地方 这个是做了一天后的这个绿豆芽已经长这么长了 看看都已经生芽了 然后这个呢七天呢就可以吃了 这是豆芽生长的第四天 看看这个芽已经很长了 每天投两次水 这个发芽是很快的 这要温度这个合适 这个发芽很快 再住几天就可以吃了 看看